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乐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22集 你们是谁 卢我闺女干什么 那两个仆人 李先生认识 是小胖子府上的家丁 负责接送他放膛 两人显然是在外面 得到了某些小探子的告密 知道自家少爷给人打伤了 而且情况还蛮严重的 因为私属把大夫给请来了 目标明确的闯进内院 进了屋子 一眼便看见了 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小胖子 李少爷 其中一个家丁 惊呼了一声 扑到床边 叹了叹鼻息 没死 紧绷的身体 这才放松 随之而来的是满腔怒火 虽然少爷是在学堂里被打的 但是老爷夫人 可不是审案的官老爷 他们只会觉得 少爷是在读书时受伤的 那负责保护少爷的 他们就要挨罚 两个家丁怒视众人 盯着李先生嚷嚷道 哪个小兔崽子 打的我家少爷 李先生咳嗽一声温和说道 这件事啊 是一场误会 你们先把它带回去 过后 我会亲自登门 他打算 先等许玲音的家人到来 然后商议着上门赔罪 由他从中调解 把这件事和平解决 毕竟 是在他私塾里发生的志同恶性斗殴事件 闹大了对他名声影响很不好 家丁是比武夫都粗鄙的存在 家丁大声的嚷嚷着 收给爷来这一套 我只知道我们家少爷被人打了 你不教人 老子就去报官 另一个呢堵住了院门口 不让人离开 李先生冷笑一声 凤厉书役明立规定 十五岁以下 即废吉反流罪以下 收属 十岁以下 泛泛逆杀人应死者 尚请 道吉伤人者 一收属 出了司属 往右走半时辰就是衙门 两位快去快回 简单概括就是 志同犯罪 可交赎金代替刑罚 两个家丁讲法律 肯定是讲不过李先生的 又气又怒 撸袖子想打人 这时 一个男童指着许玲音大声说道 是他打了人 是他用猪条把人打死的 原来是你 这时候 家丁才看到李先生有意无意的挡着一个小姑娘 其实也不是才看到 只是两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几个虎头呼脑的男童身上了 那个小丫头其貌不扬 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谁能想到打人者会是他呢 不过观念转变过来后 家丁突然发现 这丫头身体壮实的很 圆圆的脸 圆圆的肚子 圆圆的手和脚 一膀子力气啊 带走 其中一个家丁抱起了小胖子 另一个家丁过去揪许玲音的脖颈 李先生是吹胡子瞪眼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滚一边去 家丁一把推开他 老子管你什么法律的 他人就要负责 老子现在要把他带回府 交给老爷夫人发落 识相的 赶紧通知这死丫头的家人 来招呼书人 他冷笑了一声 哼 晚了 缺克不断腿的 可不怪我们 反正打一顿是最少的 打伤少爷 哪有只给银子这么捡的 等回了府 这个丫头 少不得一顿土的 我不走 我不走 我要等我娘 小豆丁呢 被人拎起来 两条腿乱登 愤怒的抗议 小豆丁 朝他吐口水 老实点 家丁心里正憋火呢 反手就是一巴掌 巴掌没落下来 被眼积手快的李先生挡住了 他须发几张怒吼道 老夫是秀才 有功名在身的秀才 你敢动态一下 就等着吃官司吧 家丁一脸的不屑 秀才怎么了 逢年过节来府上走关系的 别说是秀才 关老爷一大堆 你个糟老头子算什么 滚 他一把推开李先生 与同伴往外走 许清安骑着马 哒哒哒的小跑着 迎着温暖的阳光 他抱怨道 一个破镯子 使神心心念念这么久 怎么不找二叔去处理啊 使神还是跟来了 因为想起自己给许玲音买的镯子 至今下落不明 趁着许清安回来 有了依靠 打算找私塾的先生理论一番 前阵子陛下春季 你二叔哪有时间处理这些小事 窗帘掀开 露出沈沈的脸 尖翘的下颌 嘴上涂抹唇枝红眼眼的 不管哪个时代 自视美貌的女人 出门都要化个妆 二郎不是回来了吗 许清安随手扯着 他给了侄儿一个白眼 二郎要参加春围 心思不在这 再说了 二郎现在没有功名 也不是你们武夫这般能打 他就一张嘴 许清安心说 二郎那张嘴 能把武夫气到当场爆炸 杀伤力很惊人的好吗 想想二郎也是可怜 尽管婶婶一直把二郎要参加春围 二郎娘会好好照料你 这类话挂在嘴边 但是平时该怎么娱乐 婶婶还是怎么娱乐 顶多就是吃饭的时候 给二郎加个餐 然后口头关怀一下 像婶婶这么有个性的娘 这个时代真他妈少见 许清安不说话了 欣赏着街边的风景 他想到一件事 那位外祖父 之所以把婶婶嫁给二叔 恐怕就是知道自己这个女儿 做不了世家大族里的贵妇 与其让她凭借美貌 到世家大族里饱受欺负 还不如嫁一个家世平平 但懂得珍惜的富家 所以呢 也就不教她读书实字了 婶婶放下窗帘 凑到许玲月耳边 低声说道 等会儿接了凌一 凌月 你带着大郎 去首饰铺逛一逛 然后顺便帮娘 也买一些首饰 对吗 许玲月斜眼看着母亲 那倒不用 我自己会挑的 啊 许玲月无奈说道 其实娘觉得 还是大哥比较可靠 对吧 所以大哥一回来 你就迫不及待寻她来主持公道 我可没这么说 婶婶 识口否认 许玲月抿嘴笑了笑 也不拆穿 这个家里 二哥虽然前途无量 但他还没发迹 爹的话呢 这些年混成了官场老油条 轻易不会动怒 不会树敌 指望他为了一个镯子 跟人家闹红脸 肯定不可能 只有大哥跳脱无赖 偏偏又是打跟人 手握实权 再加上官场人脉广 不怕事 不过 娘和大哥斗了这么多年 要他承认自己依赖 倒霉侄儿 门都没有 很快呢 到了私塾 马车在路边停下 车夫取下小木凳 夫人小姐 到了 沈神和玲月 先开车帘下来 我先去穿马 再给玲姨买点吃的 沈神玲月 你们先进去 等接了再买不成吗 沈神拉着女儿的手 惊喜感不一样 尤其对一个小吃货来说 许清安笑了笑 不解释 沈神撇了一下嘴 与许玲月进了私塾 刚进去呢 沈神就听见自己幼女的哭叫声 然后看见她被一个壮汉拎着走出来 许玲音拼命反抗 但架不住 对方是个成年人呢 你们是谁 卢我闺女做什么 沈神拦住两个家丁 横眉树木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